三個爸爸 三個家 三個小生愛媒家 歡迎大家收聽 三個小生愛媒家 林文傑 是呀 郭祖輝 我們今集都請了我們一個好朋友 那我先買個關子 但我想問一下郭祖輝 你前一陣子是想買房子的 其實一直都有這個想法 是沒有斷的 因為我還未買的 但你有沒有看房子呢 這陣子的環境情況 這陣子說實話是比較少 但其實我相信情況應該隨著這個 跟開始的時候比較 應該都會有一個改變 而且心裏都一直繼續想看 因為始終未找到自己的安樂樓 其實都好像差一點 但你看的時候有沒有說 還是看Richmond 還是哪個區 不止了 我想應該要介紹一個嘉賓出來 那就是我們的好朋友Kitty Hello Kitty Hello 大家好 你好 Jerrick 你好 Joe 今天我們邀請了Kitty 來講一講其實也在疫情下 都已經幾個月了 沒錯 其實那個樓市 大灣樓市的變化又怎樣 會不會因為疫情慢慢慢慢緩和 在大灣地區 會有些樓市上的反彈 還有是居住好 居住好 或者是獨立好 其實情況是怎樣 可能我交給Kitty 慢慢跟大家分析一下好嗎 好啊好啊 那就說回之前我們也提過一下 就是3月中的時候 政府就頒布一個叫做緊急狀態令 這個緊急狀態令頒布之後 我們業界又不可以做Open House 又不可以 在Showing上面也有很多的限制 那麼各位同事也都是很小心地去處理 那麼配合政府的中谷 那麼大家都要在衛生上 盡量居家 那麼所以變成來講 之前我們也有介紹過 就是疫情之下就創出了有很多的新的做法 科技是嗎 科技的做法 為什麼拍片慢慢看VR 沒錯 就去做到Virtual Video 帶客人去現場看樓 但是用Video的形式去做 你用得多不多 Kitty你用多不多 那個VR路 用得多 你自己都用得多 真的很多 尤其是這種科技 正正就是很多外國的朋友 例如我們香港的朋友 他們疫情本來是想飛過來的 是飛不到過來 是飛不到過來 飛不到過來 那變成了Kitty你跟我去拍片 Kitty你跟我去做 幫我去擺一下關 所以我們現在就拿著電話去做事了 其實現在我們的工作 跟以前真的改變了很多 譬如說 我們以前拍片 或者拍照片 或者拍視頻 我們都會請一些專業的人 幫我們做 當然我們現在 如果有新的上盤 我們都會請一些專業的同事 朋友幫我們做一些影片 或者是畫圖紙 去帶大家去更深入去認識這個盤 但是呢 之餘我們自己都會去到 如果不是我們的盤 如果那個相盤是沒有這方面的配備的話 我們都會自己來了 拿著手機去拍 所以有很多人說 你拍片 最初真的有少少被人罵 會不會頭顏眼花呢 因為其實 你那些技術是這樣的 我真的不好意思 我真的要改進一下 因為說真的 拍片不是我的專長 我試一下 再去練習一下 令到大家都覺得 你拍得比較專業一點 是啊 要練一下 真的要練 所以我都說了 很感謝這個科技 但是我們也要去征服這個科技 如果我根本有這麼好的手機 這麼好的器材 自己不懂得去使用的話 那就是 幫廢了這件事 又幫不了人 所以我們便會去到現場 讓客人去拍他們的街道 所屬的學校 甚至乎是進入到他們的單位裏面 清楚到 連每個closet 如果listing的agents 就是掛盤的經紀 讓我們去做 我們都會去做到這件事 請說 如果你因為這個科技 而令到你做這件事 其實很快 你已經可以做一個自己的youtube頻道 我相信 我也很保留 就是我很喜歡跟三個小生一起合作 我們是一個團隊 沒有人可以獨立可以做很多事情 沒有你們的私事 我都沒有辦法可以繼續去 互相幫助 互相幫助 有不同的強項 沒錯 我拍了這些片 我就即時傳到香港的朋友 而客戶看到這些片 就說 這個盤很適合 你知道盤不等人 不等人怎樣 就落單 就落offer Kitty真是開心 肥仔細 當然 現在的offer 有很多時候 經紀做的手法 或者是業主的取態 都希望 我想快點去賣了這層樓 我用市場價錢就可以了 他設定了一個比較低的價錢 引了很多的offer進來 做多個offer 尤其是single house 尤其是single house 在一間業務的地方 是的 必上去 當然 幾十個 二十個offer 現在都有 現在這一刻 我正常問 是single house 現在single house 因為他開價低 所以就慢慢可以 結合上去 沒錯 這個情況是這兩個月發生 還是其實 其實之前 如果我們做開 譬如一些熱門地帶 譬如溫哥華區 無論是西區 或者是東區 其實都有他的支持 尤其是溫哥華區 西端 一些很舊的地 很好的地段 或者一些 一些屋 它根本就是很住得 很liverable 很decent 很優越的一個 一個結構 一個很好的產品 放在市場上 真的 五方是沒有人買的 所以很多 即是說 現在 就算 如果 譬如說葛祖輝 他想要 以後位去買 疫情 會不會影響 那個需求 那個需求 OK 因為supply 可能會不會 供應差不多 正正就是 阿文杰 你便說了 那個項目 為何現在 還有這麼多人去搶 因為正正是 疫情的時候 例如看數字 4月份 5月份 他的例子的數字 6月份 他的例子的數字 都是比去年 或者是上個月低的 變了 他都不夠慢 人們放在那裡 就是放在那裡 疫情 我都不想 不想 即供應 反而是真的 沒有多度 或者減少了 按年 但就 demand 就大 demand demand 因為 有很多人 換屋 例如 我之前 也都 應該在channel 我們的channel 也有說過 這個疫情 其實改變了 很多人的生活 模式 我們真的要一間 很舒服 因為我們 真的要一間很多功能的房子 留在家裡久了 對 沒錯 留在家裡的時間會久了 正正就是 需要多一點的空間 變了現在很多人是home office 你沒有可能說 睡覺也是那裡 吃飯也是那裡 最好就是有個書房 對 現在大家需求的空間又大了 過去幾個月 小朋友都要在家學習 所以 正正就是 大家都是 要一個真正的家 不是隨便 說有幾間房子就算了 Kidia 第一節時間很快到了 接下來第二節 我們繼續說一下大溫樓市的走勢 好嗎 好 待會兒再聊 好的 三個爸爸 三個家 三個小生 愛媒家 歡迎大家收聽 三個小生愛媒家 回來第二節 郭祖輝 沒錯沒錯 很快有 剛才我們嘉賓Kidia 就開始了 慢慢就說回 這裡那個大溫的走勢 還有那個demand supply的問題 所以呢 然後再提醒一下 郭祖輝 很困難 好了 supply就是這麼多 但原來的demand 其實沒有減少 你說如果疫情要慢慢換我 看樓的open house 又會多了 嗯 接著下必 又會不斷 即是必高了 所以我想你真的 看對就去吧 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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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拖拖到什麼時候 OK 沒問題 收到 阿文 你說得很對 真的 我都贊成你的說法 那我想問一下 不過祖輝可以 譬如假日的時候 和家人去不同的地域去觀察一下 考察一下 看看小朋友 家庭 喜不喜歡 還有考慮你自己的配套 自己的配套 自己的計劃 譬如說我根本 太太可能都是在家工作 或者是在網上工作 我又有新的工作 都要看回自己個人的需要 對 Kidia 應該說走勢上 市場上 價錢各方面 盤源 其實應該是怎樣看呢 譬如 看公室好先 看 townhouse 還是獨立屋 即是哪一個走勢 反彈得厲害 我覺得 我看回那個數字 沒錯 那個數字 就發現到 就是那個 house single house 事實上是有一個 好幾 single house 和 townhouse 各方面 在數字上 其實apartment 各方面 其實都是有一些 微微的增加 但是 我自己的經驗 告訴我 有時候 數字就是 還數字 我自己的經驗 就告訴我 這幾個月 就幾乎 例如apartment 方面 的上車盤 譬如說 一睡房 開始很多人 一睡房 都是上車盤 很多人看的 譬如上車盤 那些 50多萬 其實一出 都很多 demand 去看 還有成交的紀錄 那哪個區域 會多些人 去看 各個區域都有 各個區域都有 我覺得 我自己憑我的 觀察和經驗 如果數字 就可能 有 不是說 完全 是 升得很厲害 可能 數字裏面 比起上個月 好像6月份 比起上個月 還是微一點 少少的 有時候 我們看數字 歸數字 經驗 告訴我 居住 譬如在那些 100萬 那些居住 100萬 到1.5mil 即150萬 那個界面 那些 就去得很快 真的去得很快 有時候我看到很多 擺了很久 那些 又去了 正正就是 正正就是 我所說 還有 Townhouse 那些 去到 1mil 那些 也去得很快 即是我的經驗 告訴我 各個都是 Mouthful offer 只要是 區域好 每個都是 會去買的 會去訴求 Kathy,我想問,有時候我們說購買市場或售賣市場 幾年前通常都是售賣市場 購買市場,你剛剛出價這麼低,我不管你 如果市場弱時,就是購買市場 我肯下價也結束,你還不賣給我 這一刻是勢均力敵,還是怎樣? 要看什麼地位 譬如說,我自己的經驗,就是在Richmond區 和溫哥華區,仍然是很多買家 他們仍然是售賣市場 即是說,我有一個漂亮款,像東區 譬如說,有一個很新的房子 半身舊的房子 其實很多人是在看這些單位 上面自己居住,下面給父母居住 那些,Incruber Special 其實這些都很火的 另外,就是一米左右的上車盤 譬如,好像Town House 就是這樣,又正正是在很厚網那裡 所以那些就不是難賣的 譬如說,有些,譬如Apartment 要看自己的運數 譬如,整棟大廈有很多人拿盤出來賣 那你就從那裡比較難逃走 就是這樣 理解 都要看一看位置 還有看什麼類型 或者你適合 是啦 明白 我想問一下,現在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說 延環可能會慢慢慢慢又會增加 其實這個會不會只有其中一個因素呢? 就是令到那個需求慢慢微升微升 會不會遲些會再大升呢? 大升呢,我只是憑我自己的觀察 本地的剛需是有的 因為本地的剛需是來自幾個源頭的 一個就是人們換樓 二方面就是一群已經來的新移民 他們真的要買樓,他們還未買樓 或者是一群人拿著Working Permit 那些年輕人來讀書 現在政府是吸納這群年輕力壯的移民 其實他們是一個好債的市場 那這群人呢,當他們兩年Working Permit過了 他們可以做Land Immigrant 拿到PR了,拿到永久居民了 他們十個有九個都是會買樓的 這是基本上的需要 這是基本上的需要 正正就是市場的需求 另外說回剛剛Derek提起移民政策 近一兩年香港都會比較動盪 政治環境 令到很多香港同胞 其實香港有三十幾萬人 還會回流 即使不是新移民都會回流 沒錯,因為他們想想 他們小朋友讀書 正正就是從小學開始 或者是中學 他們就可以在這裏 接受這裏的教育 還可以學好些英文 等他們上大學的時候 也做好一個準備 你看看這次疫情 你就知道我們的政府 對我們的市民有多好 都算不錯了 真的很好 有時候有比較之下 很多人都說 來到這裏 空間要大些 人都是為了一個生活 人開心些 正正就是要求這種生活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很多香港人 其實他們是 無論他們是新移民好 甚至乎是一些 或者是一些舊的移民 以前在這裏長大的 回流 回流 正正就好像阿祖輝那一隻 即是在年少的時候 爸爸媽媽帶了他來這裏移民 他在這裏接受完教育 高等教育之後 他現在都年少的 你不要讓他做 你不要以為他現在是老米 你說得對 對 那就開始了 小朋友又結婚了 有兩個小朋友 就讀小學 又開始要接受教育的時候 又會考慮這件事 好像這種家庭 阿祖輝是有一個加拿大籍的 他太太就嫁過來 對不對 那變成了 又多了個加拿大人 對不對 那就會變成很多種的情況 他們是可以過到 香港人很多可以過到來的 是 還有在這幾年香港的情況 很多的移民公司都幫助香港人過來 千方百計幫他們 可以過來加拿大去移民 因為覺得加拿大是一個比較平靜的國家 我們有最好的環境 有很好的食物 很新鮮的食材 無論如何都好 我覺得在這裏生活 快樂指數很高 理解 理解 但是如果 因為我相信我們的節目 其實都有很多 你可以說 拿著工作 permit 或者想移民 或者剛移民到域的朋友聽到 反而我只是想了解一下 就是 究竟如果我要 來到這裏 就是進入這個地產市場 或者我要找地方住了 那 其實新移民 究竟我是先買樓先 還是先租樓先 還有 那個financing各方面怎樣 那不如我們第三節的時候 其實慢慢等Kitty有告訴我們 好嗎 我們先賣個關節 稍後第三節再談 拜拜 三個小生愛媒家 歡迎大家收聽 三個小生愛媒家 咦 阿祖輝 愛媒家愛媒家 那你回樓 我新移民過來 剛才第二節尾的時候 我們都說了 嗯 回到來 或者新過來 究竟怎樣搞 沒錯 怎樣保住 還是怎樣呢 Kitty 可不可以給大家一些小提示 好 首先 租樓買樓呢 我就先不下一個證券 但是呢 新移民的朋友 或者回樓的朋友 就不要說 啊 我今年 我明年來回樓了 我現在就坐在那裡 明年回樓 批東西就來了 這樣 我們首先呢 我都勸所有的朋友 他是移民的 或者是準備回樓的朋友 先過來做一個考察先 你好像阿祖輝那樣 他在2000年的時候 離開 Vancouver 回香港發展 這樣你都記得了 很厲害 你都說過給我聽 我很記得的 很麻煩 正正就是 2020年的發展 已經翻天覆地 絕對 所以我會叫朋友 會過來 考察一次 最低限度一次 或者兩次 先了解了本地的情況 尤其是一些新移民 根本你不清楚 Vancouver 或者是加拿大 是一個什麼地方 你又默默然過來 其實都很威士忌的 將你自己的生活 Kidia 暫停你一會 因為你這樣說 我又想起 我和阿祖輝之前 我們有另一個小生 第四個小生 Garry 我們跟他做了一個訪問 Garry 是 那是好笑的 他就說 咦 如果印象有些聽眾 都會知道 就是他過來之前 完全沒來過溫哥華 幸好 成年 究竟是 住在哪裡 東南西北都不知道 不知道 住在Richmond 或者有些名字 聽都沒聽過 他是怎樣 有一次他搬屋 其實有些聽眾 我們都聽過 他搬屋的時候 在香港收拾東西 有幾個搬運的公司 有些搬運工人 走來 大家聊天 然後搬運公司的老闆 就在那裡說 喂 我以前也是 在溫哥華居住的 現在回到香港 發展搬運公司 就問Garry 咦 究竟你打算搬去哪裡 或者打算住哪裡 Garry說 我不知道 咦 他不知道 他真的這樣說 好像Kitty 剛才你這樣說 他真的完全沒有想法 那個搬運公司的老闆就說 Bernaby Garry就說 Bernaby 好地方 好地方 好啊 所以Garry一來到的時候 第一件事就跟 地產的朋友說 你想住哪裡 Garry當然是 不要說不認識 我住哪裡 我住Bernaby 這樣說 輸人不輸陣 先說了 但其實對於Garry來說 他完全不知道哪裡 是零的 知識對那件事 對 所以剛剛就引證 剛才 所以他開頭是比較 開頭那一兩年 是比較辛苦的 所以正正引證 剛才Kitty 你這樣說 就是如果可以的 就過來做個考察 先 至少你知道東南西北是什麼位 沒錯 沒錯 定了個大方向 就是說 你先去哪個省 去完哪個省之後 你就要去選個城市 我們BC省都很大的 絕對是 絕對是 要選哪個城市 我喜歡住Kilonga 你打算去那裏做什麼呢 是不是 你都要知道你自己的取向 你自己的愛好是什麼 你的需要是什麼 還有要考慮 有時候 如果你回流的朋友 或者你移民 通常就不會批起 爸爸媽媽 如果你回流 通常 如果你四十多歲 或者三十多歲 你可能都會 帶著爸爸媽媽過來的 那又要想一下 就是有些地方 又可以 老人家又適合住 小孩子又可以 太太又方便去照顧家庭 那我又可以容易找一份工 這樣 所以要考慮很多方面的事情 有些 譬如五十多六十歲的朋友 我都不做事 打算在家裏 做義工 或者在這裡退休 那彈性會大些 如果剛才你說 五十六十歲 來到我不做事 半退休 或者退休 找那個地點 可能就未必一定要說 很近市中心 其實某程度上 哪裏都可以 是的 最重要的 如果有些退休的朋友 他可能會 每個人都有計劃 有些人計劃 都比較周長 我的經驗 告訴我 很多朋友 他們說 我今年都六十歲 我打算十年計劃 十年之後 我都可能不開車 所以找個地方 可能要避開車站 近天車站 都對 都對 所以又要考慮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 移民的朋友 或者準備新來的朋友 就算你自己 好像現在疫情 沒辦法過來 你都可以在網上 做多些功課 做一些功課 很多資訊 或者看看我們的小新頻道 當然 還有聽多一些1320 聽聽我們的節目 沒錯 聽聽哪個地方適合我們 或者看看那個地方 有些什麼發展 例如說 那條天車線會開到那裡 對 這件事都要注意 沒錯 還有 例如有小孩子 又要考慮一下 我小朋友 除了上學之外 我還要去學習其他東西 又要近些學習的中心 或者打球 又要看看附近 有沒有各方面的那種 知識 例如有些小朋友 學Fencing 像文杰你的女兒 學Fencing 要去到那麼遠 學Fencing 這件事都要去看 Kitty 我也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Fencing 最初 因為我女兒在香港 學了三四年 沒有理由 去那裡停 我一副套餐都帶過來 去過Richmond看 然後 找找找找 就找了去Tricity Kitty 我們之前介紹過 三聯市那邊 有個中心去打 但就開始了 去了一年 就發現 都挺累 走 都挺遠 因為基本上 你不塞車是可以的 但我們之前說過 但很多時候 有時 撞到下班 會塞車 再下大雨 整個感覺 都是遠的 所以 如果 給小朋友學習的位置 都會有相當的影響 因為我現在 轉了回到Richmond 去打拳 這樣就很方便了 沒錯 因為我家裡 雖然不是住Richmond 但我 等同於很接近Richmond 你的生活圈 你本身住那裡 很中心的 這個也是一個 我自己也分享一件事 我自己以前小朋友 小時候 去學Tennis 以為 我要請一個 私人教練 給他學 那就OK 誰知道 譬如聽到家長說 那裡 我住Richmond UBC 那裡的教練很棒 很強 為了他 又要去那裡 去教我們 所以 你住那個地方 中心很重要 因為你小朋友 可能到處去學習 我相信 我真的感同身受 感同身受 不要說 今次你發覺 我現在找到一個教練 在Richmond 很好 打反舉 原來 UBC還有一個教練 更好 比他更強 你介紹一下 你介紹一下 我再分享一件事 因為我兒子 去年 就打Ice hockey 因為他初學 初學 UBC那邊 球會 沒有初學班 所以就去Richmond Richmond 那個球場 在哪裏 其實都很難辨 好像叫Richmond Ice Center 噢 我家駕駛 一條高速 不塞車可以的 Season 那裏 那裏 不塞車 就ok 但問題 今年 他要進去 age group age group 因為 其實Francing 在加拿大 都很嚴謹 整個organization 是很 好 不是Francing Ice hockey 對 Ice hockey 對 因為我最喜歡的 溫哥華這邊 就是溫西 那個區 他就定了 要跟進你去UBC 那個隊伍那邊 所以 接下來 9月 如果東西回到平常 我就要開車去UBC 去學 我也在想 那段路 如果不塞車 不用擔心 那個是 Marine Drive 那裏應該沒有問題 你看看什麼時候 看什麼時候 現在疫情 就更好 開車很方便 就是正正應徵 所以剛才 你們的問題 就是 那些香港朋友 過來 準備移民的時候 究竟先買樓 還是先租樓 如果他打算 一年兩年之後 可以先看看 一些樓花 譬如說那些廠房 用現在的價錢買將來的東西 我也和你們分析過 我覺得樓市會很穩健地發展 很健康地發展 所以變成現在的價錢 可以買到兩三年之後的東西 就看清楚 如果是覺得需要的 查好那個效果是可以是喜歡的 你們就可以開始入手了 譬如說租樓方面 我也明白 接下來的朋友的擔憂 Kitty 我想租樓可以詳細一點再說 回來第四節的時候 我們慢慢可以解答一下 想租樓朋友的一些問題 好 好 好 歡迎大家收聽 三個小生愛媒家 葛祖輝今天也是 每次都說 但真的很快 第四節了 因為剛剛都說到 停也停不住 就是說到租樓 沒錯 葛祖輝應該對你分享吧 也有一點 因為其實我 我分享我自己個人的經歷 其實我在回來之前 我也有大約三四個星期 在我真的拍板回來之前 我也回來 正如剛才Kitty所說 來探路 那時候已經差不多知道自己可以回來了 第一件事就是找租樓 因為那時候 那個概念就是 因為家人 尤其是太太 她未來過在這裡住 萬貿然去找一個區 去買了的話 如果她 或者家人 覺得不適合的話 那就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當時 其實我也是在網上 找到我那時候租的單位 但是始終 因為這裡 其實我的經驗就是 當然是針對中國人的一些網站 也有一些是外國人的網站 例如Quickslist 那些 那些 我發覺 外國人的網站 某程度上是嚴謹一點的 因為她很多時候都會 一來 沒有什麼回答 一去就沒有回答 第二 她很多時候都在 放上那個案子裡 已經說了 她是需要做一個 叫做Credit Check 沒錯 因為這裡始終 都是保護租客多的業主 我覺得 所以很多時候 業主 她放租出去的時候 其實她也很謹慎地選租客 其中一件事 為什麼要檢查Credit Check 就是她都要知道 你進來那裡住 你有沒有能力交租 還有你可不可以的 如果攀利酒 可能那個審託也好 尤其是COVID這段時間 曾經試過 就是我們這裡 省政府都出過 就是說 你不可以 就算她沒有交租 我理解是這樣 她沒有交租 或在各方面 其實你都不可以幫她走 因為COVID 所以當時我 以我一個過來型的情況 我就是這樣去處理 Kitty 又想問一問 收音機旁邊的聽眾 或者現在是香港的聽眾 如果她說到租樓這件事 那有什麼提議 或者她們有什麼步驟需要做呢 我也贊成祖輝的分享 是對的 因為如果你租樓 大部分的本地人 會看你的Credit Check 看你的資訊紀錄 如果你在這裡 完全是沒有信貸的紀錄 連Credit Card都沒有擁有過 是沒有Credit Check 你不可以的東西 就算你在香港 怎麼有錢都沒有用的 所以 如果你沒有辦法 去復興那個Credit Check 事實上你租樓 是產生一個困難 尤其是你租 好像你看那些Credit List 那些網站 那些外國人 即是本地人 他們出租出來的案 都是說她是要Credit Check的 Credit Check的 都有這樣的 這個是他們必須要把關 因為你現在疫情 你看看政府保護到租客 是不是又不可以趕他們走 沒有租交 那其實你都要明白 那個業主的擔憂 他的負擔都很沉重的 即是你們不交租 他都一樣要給Strata fee 他都要給地稅 他都一樣要給Mortgage 他都有難處 那所以呢 如果你想租樓的朋友 如果他沒有Credit Check 那都好像我建議 那又看看可不可以 有些業主 曾經有些客人 就問那個業主 我這樣了 我不如先給你半年租 即是給你半年租 你租給我 那大家試了之後 那你就覺得我是認真的 我是好像很serious的 那有業主是同意的 是啊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 我聽到的一個解決方法 那就是給多幾個月租他 甚至乎有試過有一個客人說 我給你一年租 那我Pay ahead Advance In advance 那那個人就租給他 這樣 是的 但是譬如 你租樓 你Credit Check 就沒辦法了 剛才好像 祖輝那樣 可能找回一些華人的業主 那可能叫大家 是 有聊有聊 祖輝 你記得當時你的經驗 譬如華人的業主 他會不會也看回你香港的情況 其實是一樣的 我覺得他們是跟本地的業主都一樣 因為當時 其實我的經驗 當時租給我的業主 其實都問長問短 也要清楚理解 你本身的背景是怎樣 幸好都叫做 騙得下人 所以他在當時 要養老實 都拿到他的信任 這件事我覺得 我想要拿本地 就算是華人業主 其實他拿到信任 其實應該問題不大 是的 都贊成祖輝的說法 或者再展示一下 你香港來這裡重新生活 你在香港是有些工作 所以都曾經在這裡生活過 告訴他們一些歷史 希望那個業主可以答應你 大家聊 Kathy 有一件事比較重要的 儘快提出 因為時間所限 即是說 如果我要買樓 如果我要買樓 我去新移民 怎樣 究竟我香港做 行不行呢 又或者不行 我一定要回本地做 去加拿大做 我也教一些新移民 如果你過來想買樓的話 在你來之前 最好就找定一個Mortgage 例如被來考察的時候 找定一個Mortgage的 博客或者銀行 就先做了一個 自由承認 因為你當時 未過來正式生活的時候 你還有香港還有一個 薪金的證明 是吧 如果你有一個薪金的證明 那就容易些拿過 承認 所以 最好就先做一個 承認 所以你來到考察的時候 就找一找你的經紀 叫他介紹一些Mortgage Broker 或者是銀行 給你 就先做一個承認 那就將你香港 譬如說你香港的 還有一份工的 我有工資的證明 即你有薪金的證明 即你有薪金的證明 那就容易些 這件事我們可以分 Kitty 你先說 還有人 也有從香港來的朋友 他們就說 我都會想著買一百萬的樓 都不用了 我都有多過一百萬的資產 我就帶了過來 我都叫那些朋友 你最好都做過 就是做過Mortgage 為什麼呢 其實現在的利息這麼低 你其實不會花你很多的 的 extra 的錢 但是你可以製造了你的 信貸紀錄 因為你不知道 你在這裡繼續生活 你不知道你日後 會不會再買樓 會不會再投資 如果你有這些信貸紀錄 對你將來去 繼續去買樓投資 或者做其他事情 都是有很大的幫助 對 對 Kitty說得對 因為我想正正的 想剛才分享 我有一個個案 就是我來的時候 我又買樓花 在香港 就已經做了 PRE APPROVAL OK 沒有問題 因為很簡單的事 可能我舉個例 我借一百萬 他都很快批 批了出來 過到來 因為有一些變化 我們找了第二間屋 找了第二間屋 因為可能時間性 各方面 PRE APPROVAL用不了 所以要再申請貸貸 這就是剛才Kitty說的事情 因為你過來之後 香港的工作已經停了 我很記得銀行 搞了兩三個月 可能還批了一個很小的銀碼出來 其實我當時 最初第一屋樓 我去取批評 可能是說 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 已經批了出來 所以真真正正 我都很贊成Kitty這樣說 就是如果可以的 在香港可以做一點工夫 好過來到之後 因為你來到之後 已經很多事情要搞了 教育又要搞 你本身住的地方 找的地方又要搞 日常生活又要搞 還要搞我們叫財政 所以其實這件事 是幾頭痛的事 是啊 是啊 完全對 就是阿文傑說得對 就是有些人說 所以說 你究竟你先買了樓 還是過來 還是來到這裡才慢慢看 如果你打算過來 還要重新繼續生活 或者小孩子去讀書 而忙碌的 那又要重新再找工作做的 其實你在這裡的時間 去看樓的人都是少的了 變成之前 如果已經是籌謀了 也都是在一個市場的定位裡面 你自己定了 可以入市了 其實之前來到做了這件事 就是買了樓花 或者是買了樓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Kitty 你的概念就是 其實買樓先 買樓花好 又或者是租樓先 其實問題都不太大 反而是 每個人的需求不同 情況不同 是的 但是各種的選擇 各種的選擇 都要做好 你該要有的準備 那你就會比較 得心應手一些 就不要來到這裡 就拿手不成勢 就是這樣了 我想這件事都是 Kitty這個提示 其實都是很多 我們叫做 想買樓 或者可能回樓 回回樓的朋友 新移民的朋友 應該要知道 因為買樓是其中一部分 或者是租樓其中一部分 沒錯 但也是一個 相當或者是最重要的部分 因為你落到你 你也要有個遮掩頭 是啊 沒錯 你要有地方睡 然後搞定所有的東西 你才可以慢慢去找工作 是不是 不是說 你來到一次居 你很難同一時間做完所有的事情 我想 你的先來次序 要收拾得好些 今天時間 眨眼就差不多了 哇 夠鐘了 這麼快 我相信很多朋友 對於買樓這方面 都有很多問題 歡迎你們 可以隨時聯絡我們 你可以直接聯絡我們 也可以 比如說 需要的 可以打電話電台問 我們知道問題之後 會找Kitty 抓住Kitty 再為大家解答 好不好 OK 今天時間差不多 遲些再談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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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